中文字幕——YK 我是有22年的工龄 曾从事新闻工作 十多年 曾从事的职业有工人 记者 秘书 编辑 管理岗位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是希望能够寻找真正的伯乐 孤于有云 千里马长有 而伯乐不长有 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希望能够寻找到自己职业的归属 谢谢大家 欢迎张张 刚才有一点有点对不上 今年四十岁 周岁吧 对 四十岁 有22年的工龄 对 18岁就开始有工龄 是 你们上大学的吗那会儿 我八九天参加工作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 我的学历都是在职读的 你的身 本科在哪儿 没读本科 专科 专科党校 专科 对 专科完了之后怎么拿的硕士呢 硕士是毕业 说叫硕士研究生课程班 毕业证 没有 在山中大学没有 对 硕士研究生班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研修班 研修班是这样的规则 可以上课 但是必须要通过所有的课程考试 扩胡 尤其是要通过英语和一些硬件的考试 同等学历考试 通过了这个考试之后才能拿学位 所以你没有拿学位 而且前提是有必须有学士学位才能 不不不 咱们前没有学士学位也没问题 专科过了多少年之后 经过一个初级考试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没有拿到学位 你只是上研修班 没有考取学位 对 只是拿了个毕业证 在山中大学拿了毕业证 研修班 对 不是毕业证 是结业证 是毕业证 是毕业证吗 对 好 紧接着这个美国国立大学 这个是个什么 加州圣地牙哥的一所学校 但大部分的课程是瑶聚课程 什么叫瑶聚课程 就是远程 远程 对不起 远程教育 你是没在美国留过学吧 没有 没有在美国居住过 没有 上过学 没去过美国 没有 所以你 我觉得你以后说 你在学位的时候 你不要说是远程教育的一个 得到的一个硕士 会比较精准一点 就是这个美国国立大学 是一个以远程为主的 对 以远程为主的一个学校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MBA 但是不是拿英文上的课 不是 全是中文 而且老师都是 中国内地的大中文 中国的老师 对 你上班中拿美国国立大学的MBA 对 山上大学是个教学点 这个大学很神奇 我也想问问 这个跟唐俊的那个 这样子吧 美国国立大学还是一个认证的学校 你刚刚说的那个学校不是一个认证的学校 好 明白了 所以就是咱们学历那个事其实是可以不太聊的事 对吧 对 我只是一个证明自己一个学习经历 因为学过这个MBA的课程 那你今天要找的这个职位是什么 我求职意向是中高层管理或者是高级 中高层管理 对 或者是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 对 哪个行业 行业没有要求 不是 那行业得要求你啊 不同行业的中高级经理 对 包括 他就有行业背景 得对行业有了解啊 包括像如果这是杂志的话 像高级编辑 编辑部主任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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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编辑部主任 编辑部副主任 编辑部主任 副主任 主编 你不是就主编吗 对 他是主编 我正副主任 您做我的assistant 我还是有点心细 简单的一问题吧 就是说 很简单一问题 编辑部主任干嘛 编辑部主任就是负责 编辑部所要运营的媒体 包括杂志或者报纸的 一个整个的从彩到编到发 是整个的流程 咱们这样 首先你刚才说编辑部主任 那个事吧 基本上就把一个杂志 所有的事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也就约等于 什么都没说 这样 你看我都 你知道吗 戏员我都不好意思 让你问问题 我仔细看了一下 你就是个执行主编 人家要找的是主编 他要成为你的领导 那其实我们钱金杂志 是一个单领域的一个杂志 博士团新成员张锡元 钱金杂志执行主编 钱金中国投资理财第一刊 是华生传媒旗下的一本 旗舰杂志 所以你刚才说 任何行业都不限 然后当时我就心就惊了一下 我说还有 全财 还有全财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 刁难一下吧 就是你对 开放式基金了解多少 开放式基金 怎么说呢 基金我 没有做过 一般说高管招聘 有这个三个能力 行业背景 业务能力 加管人的能力 一般来讲 就是你来之前应聘高管 你总有几个明确的目标吧 我想就是中高层 中层以上 不是你刚才听我说明白 这三个东西 所谓能当中高层的人 三者必须你得站住了 行业背景 你看那管工厂的HR 跟管互联网的HR 真是俩概念 没错吧 所以你区分一下 行业背景 业务能力 综管能力 你认为自己很强 那就咱们不讲了 就根据这两个 你告诉我 你冲谁来的 行业背景 你冲谁来的 行业背景是 因为有相关的 和媒体相关的 当时 所以 你是冲谁来的 当时想到过 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 和这个 中盟世纪 你比方说 你去战略文化 是去干嘛 它是相关的出版 对 战略文化出版 哪些方面的书 包括经济管理 还有其他的 战略文化的书 看过哪一本 没看过 好 这是 你的英语怎么样 英语不行 那你知不知道 战略文化 是个做引进版图书类的 那真不清楚 这样 要不我们投资票 我问你个问题吧 高管咱先放到一边 就是 现在这份工资 工资期望是多少 来北京 来北京这次 高中高层吗 对吧 对 到这个 工资期望是多少 到咱们那个菲尼墨树平台 我期望的薪金是月薪一万以上 周先生好 就是因为 人说事实是不惑之年 按道理来说 你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生活 对自己 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 知道你哪里强项 哪里弱项 但是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 你没有想到 你自己为什么 我看到你上面前 你的价值怎么能体现 为什么人家不给你升职 你的价值为什么不能体现 来 这个问题呢 这样吧 为什么自己的价值 老实现不了 这个问题 需要老周 仔细想 十二位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选择 现在还有一家留下来 是文杰 有一家 就要向他证明 是 天生我有财 文杰 周先生 我其实站在这舞台 我一直在直接叫名字 你站在这 我觉得我只能用这个称呼 其实你从头大尾 一直都是稍微有一点 向前倾 身体向前倾 很谦卑的样子 我觉得 这个姿势呢 如果不是中学生 那其实表明 你的心里的一个心态 是 内心有点骄傲 但是你愿意放下身段 对吗 那如果是 是吗 有这方面 如果有这方面 我就想问你 你放下身段的这个 这个起步 是什么样的一个起步点 因为 就像我先一时 比较 比较看重的 就是你没有一个职业的定向 那我实际上现在在想 但是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也许你去开创一片 新的天地的能力挺强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 各地的这种时尚俱乐部 实际上需要人去开拓 和当地的一些政府什么打关系 这样的工作 如果是起步点开始做 你愿意不愿意做 需要到处去跑 去和一些基础的人打交道 然后看能不能开一个俱乐部 可以 其实这是一个销售性质的工作 虽然他不是卖一个东西 但你要把一个概念 要说服别人 所以你真的是想明白 我想一份 我今天来秋职 主要还是薪金 主要是薪金 这样 我 主要是薪金啊 问姐 如果说工资很低 你如果开一个俱乐部 你拿到一定的提成 你做吗 工资很低 一千五 不做 两千 不做 但是你要做完一个项目 可以拿到提成 做不做 不做 也不做 其实他需要的是 如果这个奖金是十万以上呢 因为这个 做这个俱乐部 我还是不能够 很了解 做不成呢 很了解 就是在想做不成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这个周期 我确实不能够 周期也不能保证 不能保握 你能不能给一份工作 就说我不拿提成 月薪一万 那样我给不了 那我其实是觉得 这件事可能你适合 是我们现在 其他同事不能适合 但是 你并没有问 我怎么去开啊 要开一个什么俱乐部 说明 给我心里一种感觉 是你对自己不自信 你开不了 别说十万 一百万 你也开不了 给我一个这样的信息 所以你要求的这样 假设 拿提成可以 拿提成的前提下的底薪多少 能够保证基本的生活 是多少 得看在哪 在北京吗 在北京 应该五千以上 底薪也得是五千以上 所以文杰 在有了你们这番 直接的交流之后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留下来 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决定 失去失留 如果你留下 主动权将会转移到长刚的手里 选择 谢谢 因为你越大了 这是没想过 所以没什么建议 但是生活稳定下来就好 不要老 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自己都没有安定感了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